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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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受月數照應語跟屢子句照應語 這是9.3要開始講的那個部分 然後 前面9.1、9.2我們講到了名詞 名詞我們把它分作三種 一種叫照應語、一種叫什麼代詞 然後一種是專有名詞 然後他們分別被原則A、B、C所制約 就是要遵守原則A、原則B、原則C對不對 那在9.3的地方 我們發現到還有一種區分 是指稱性跟量化性的區分 有些名詞比如說專有名詞 有定名詞組、書籍的名詞組 像專的名詞像John 有定的像這個男孩、那個男孩 然後書籍的比如說某個傢伙 這些東西它是有指稱的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找到那個 I是對應到前面I是誰對不對 也就是它有reference 它有指稱的對象 可是有些東西不是 因為名詞組還有一種叫做量化詞組 那句子也有量化喔 比如說有一些副詞也是有量化的 等一下會稍微講到 那名詞的量化詞組最簡單 就有全稱跟存在兩種 全稱就是每個人、每支筆、每張桌子、每 存在就是有人、一些人、或者是哪隻狗這種的 在邏輯上面有這兩種量化的符號 全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這個就是所有的意思 然後這個是存在就是有的意思 existential、存在的意思 然後量化性的最常見就是這兩種 那句子層次、面積層次的量化又更多 像副詞比如說usually、sometimes、通常、常常、有時候 這個是量化什麼?時間或是頻率對不對? 那它一樣也是在量化事件 那這個就是在量化名詞 指稱性的是直接指涉個體 那量化性是什麼?量化的名詞組的這些全稱存在 是告訴我們它的範圍、它的涵蓋範圍 而不是要指涉的對象是誰 那這兩種名詞組是不是在這個binding principle裡面 都是同樣的應該說我們要不要把量化詞組 它的那個量化也放到binding principle裡面 也放到這個約束管轄理論裡面 理論上是要,可是量化詞組它不是有指涉性的東西 所以理論上它的規則會跟前面的很不一樣 那其實我是有一點懷疑為什麼那個黃老師要把那個放在這邊 因為以前如果是讀真的那個生存力法的課本的話 量化詞組是另外有好幾個章節在討論的 不過沒關係我們現在量化論它可能不想多琢磨 所以就把它放在第九章的最後一個 那依照這個理論來講指稱性的名詞它通常在劇中扮演論員的功能 比如說竹語或冰語 那量化詞組它則不是,它是一種算子 它是一種算子 所以它的語意不需要有指稱性 只能告訴我們這個東西存在或是這個東西所有 那指稱跟量化的區別就相當於同指變相約束之間的差異 這個其實已經稍微把結論講出來了 這邊有兩個例句 John love his mother 這裡的his指的是誰的mother?應該是John對不對? 可是everyone love his mother 這裡的his就不是指稱性 這就是我剛剛講指稱性跟量化的區分 這裡的his mother是誰的mother? Everyone是一個人嗎? 不是嗎?對不對? 它是在犯稱所有的屬於人 one這個屬性的全稱量化 那所以這裡的他的媽媽也沒有固定的指射對象 對吧? 這就是為什麼他把這個放在同一章 那課本的66句 66句這邊我頭影片沒有 我待會用唸的 每個人都愛他的媽媽 某個人愛他的媽媽 還有誰愛他的媽媽 這裡面都有出現了 比如說Everyone loves his mother Someone loves his mother Who loves his mother 這個都出現了量化的詞組 每個人有人跟誰 這個都是有量化的 那他我好像第一次上面有稍微講到 他的那個屬性只是在量化 可是他後面通常都會需要有一個代詞 來跟他做一個連結 那這個代詞的功用有點像是數學裡面的集合的概念 所以當你說Everyone的時候其實是有一個set 有一個數學我說set 這個叫集合嘛 比如說我們全班有三個人好了 X Y Z 那所以全稱就是這個集合有X有Y有Z 可是存在是什麼 存在可能是X 可能是Y 可能是Z 只要有一個人就可以了 那所以那個這邊他用那個X來表達 他是一個集合的概念 所以他不是指稱的 他不是說你他他哪一個人的媽媽 而是說所有人的媽媽 那可能是一個集合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的式就是你把它寫成語意的話 他不用邏輯是用普通話講的話就是68 對於所有的X來說X是一個人X愛他的媽媽 這句話就是每個人都愛他的媽媽的語意 再說一次 每個人都愛他的媽媽就是68A for all X X is a person 就是所有的X 只要X屬於 就是X是一個人的話 X love his mother 那那個人就必須愛他的媽媽 這句話就是每個人都愛他的媽媽的語意 所以那個其實寫的式子就是這樣 那寫成白話文就是68A 那存在就是68B 有某個人愛他的媽媽 或有一個人愛他的媽媽 就是for some X X is a person 第二個部分是屬性的意思 像後面會講那個三分法 三分概念 他是侷限說X一定要是人喔 如果X是貓 就不算 就是 就不算X愛X媽媽裡面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X是變相 X可以是XYZ 可以是ABC 可是他就是不可以是貓是狗 因為為什麼 因為X is a person 因為X is a person 他已經在第二個部分做局限了 看到局限了 好 好 那 有些限制他是針對這種量化詞組 這種變相約束關係 他不是用於同質性的代詞 我覺得這邊課本寫的有點跳躍 他直接講了代名詞跟量化詞組的不同 然後他是用69跟70 其實那一組對比 首先69 就是張三希望我們喜歡他 張三擔心他的母親 這是可以的 張三的母親也擔心他 這個也可以 我看到張三的時候他正在吃飯 我看到他的時候張三正在吃飯 然後AB的句子裡頭 你看到他都有一個他對不對 他有沒有 這裡的他有沒有違反principle B 句子是好的喔 有沒有違反B 沒有啊 他的那個管轄欲在哪裡 我們會喜歡他 為什麼 他在那裡 而且我們在他的 對 而且他是一個可及的族語 有沒有 他是喜歡的族語 所以他的管轄欲是我們會喜歡他 然後他在我們會喜歡他裡面 他沒有找到指稱的對象 他沒有被受約束 所以他A句是對的 是好句子 也沒有違反B對吧 那B句呢 張三很擔心他的母親 他的管轄欲在哪裡 在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是左奔之馬對不對 那他在管轄欲裡面是不是自由的 是 因為張三在管轄欲外 所以他們違反principle B 沒有 那張三沒有違反principle C 然後他也沒有違反principle B 所以AB句都是好句子 那這個合乎我們的期待 對吧 那現在看CDE C裡面 張三的母親很擔心他 他跟張三同志 有沒有違反principle B 也沒有嘛 我們上次畫一個圖 是所有格的那個部分他在下一層 他沒有辦法 c command他 所以沒有滿足那個受約束的第一個條件 叫c command 所以他說非c統治的先行語 有沒有 那他也可以很近很遠喔 這個是比較近的 D跟E是比較遠的喔 我看到張三的時候他正在吃飯 這一句做了什麼 D跟E都做了一個 表時間的詞組 出現在主要指句的前面 對不對 什麼什麼的時候 那這個又把它關係化 我看到張三的時候 那現在又做的是他和張三的同志 請問那個他有沒有違反principle B 這個哪要想那麼久 欸你們都被我這樣操成 那個每次都問你們有沒有違反principle B 你們應該現在很快了吧 沒有嗎對不對 嗯 嗯 你這個 這個 這個數畫才都知道 那個的時候的那個是在左分支的第二層 就是主要指句是 就是很擔心他對不對 很擔心他 這邊是什麼什麼的時候嘛對不對 的時候又是什麼 我看到張三 然後這裡小句子我看到張三 然後現在做的他跟張三的共職對不對 他這麼多層 所有Domnetta 張三的東西 包括這一層跟這一層 有沒有都Domnetta 沒有啊 這個沒有Domnetta 下面的也沒有啊 所以他不可能Seek Man他 那他沒有Seek Man他的話 有沒有完成那個 受約束的第一個條件 沒有嘛 受約束要怎麼樣 對呀 Seek Man而且同質 所以雖然他們同質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啊 他完全沒有Seek Man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比較遠的 做的比較遠也沒有什麼問題 是他正在吃飯 那應該是ADVP不齒 什麼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一個小句子 到底是什麼啊 他正在吃飯 他正在吃飯 再來吃飯 一樣的道理 我知道那個 做久了就會知道了 但首先你們要畫書畫快一點 就是樹狀圖的生成要快一點 每看到一個句子的時候 以後可以做這個操練 我們沒有那麼多課程來講原本體的東西 要不然的話 應該是每一個句子 你看到一個句子的時候 你要在腦中生成他的樹狀圖 他的節點大概在哪裡這樣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的Seek Man 沒關係了 這樣就會更快一點 所以D跟E他們也同質 但沒有問題 那他要講的是 非C統治的前行語可以近也可以遠 所以C很近 D很遠 對不對 那沒有關係 都不C統治他 那既然不C統治就可以 好 那現在我們把所有的他 所有的代名詞 換成什麼 量化子組 然後發現AB都一樣 可以 可是CD不行 每個人的母親都很擔心他 我看到每個人的時候他正在吃飯 我看到他的時候每個人正在吃飯 這都很壞的句子對不對 發生什麼事了 他只是把前面的那個名詞組張三 換成每個人對不對 那每個人的母親都很擔心他 這個好像好一點 雖然也是怪怪的 對不對 我看到每個人的時候他正在吃飯 這個也不行 我看到一個人的時候他正在吃飯 好像還勉強好一點 我看到他的時候每個人在吃飯 那這個不合法是為什麼 如果比照剛剛那個指稱名詞組 就是張三的話 你把他換每個人沒理由都變成不合法 所以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69CDE跟70CDE 其實好像打在頭影片上面 不合法 是因為量化名詞組要受到先行與C command的問題嗎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那個CDE在69的時候 他都沒有C command後面的他 只要沒有C command他 那個他是自由的就好了 那這裡會不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他也沒有C command 那結構都一模一樣 會不會是他需要人家C command 不可能啊 因為他遵守Principle B 所以這個他要自由才行 那這個每個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他就可以檢討說 那是不是因為量化詞組要C command的關係 所以造成了CDE不行 這是他要問的問題對不對 那解答是什麼 他說C command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所以我們用C command來規範的量化詞組的話 其實不是一個對的方法 他後面好像有講 其實要用另外的方法有三個規定對不對 那這裡講了71A 他說C command不是直接導致不合法的因素 其實每個人收到的信上面都寫著他家的住址 這句是為了要跟... 他要講那個範語啦 所以他是為了跟... 沒有沒有沒有 71A就是71A 他後面還會有兩個句子來做對比 這裡的每個人並沒有C command他對不對 每個人收到的信 這整個是主語喔 然後上面狀語都附詞 寫著他家的住址 VP對不對 那每個人並沒有C command他 因為他在那個小句子前面 跟這個一樣埋在下面 他是屬於前面的重句 但是代名詞 可以解讀為先行語的約束變相 就是說每個人收到的信上面都寫著他家的住址 這個他可以跟每個人共職對不對 這句是可以的句子 那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那個C command一樣都是沒有 可是71A是好的 可是70的CT卻是不好的 表示C command不是影響的因素 那這個只是為了要證明說 C command跟C統治跟量化磁組 他能不能形成一個合理的關係 是沒有關係 沒有影響的 那是什麼呢 作者就直接寫出答案了 如果是一個QMP 是一個量化磁組的話 他可約束代名詞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QMP的狹域 示意狹域要比代名詞還要大 也就是他比較高 在數段盒裡面要比較高 他的範圍要比較寬 第二個就是QMP對代名詞來說要可及 因為我們說Accessible 他用Accessible這個詞 那等一下他會定義什麼叫Accessible 第三個是局部的非論員自由 就是前面不可以有一個假設的代詞去阻擋他 也去Bind他 這個叫做A bar free 或者是A free A是什麼 這個好像第一堂會有同學來問 A是Argument的意思 也就是論員 A free就是說沒有一個論員在前面制約他 A bar free就是沒有一個非論員零詞組在前面 就這樣 可以吧 所以他必須局部非論員自由 那他接下來就要解釋為什麼QMP的規則是這三個 而不是Binding Principle A B C 所以為什麼把9.3拿出來講 是因為9.3根本不在講Binding Principle OK 好 那什麼叫做第一個 QMP的瑕遇要寬及代名詞 要比代名詞還寬 他舉了兩個例子來做對比 每個人收到的信上面都寫著他家的柱子 每個人都收到的信上面寫著他家的柱子 好像繞口令 你們趕快去process一下 是不是71是好句子 73是壞句子 前提是供值喔 就是每個人收到的信的那個每個人 要剛好都是他家柱子 這會形成一個distributive 就是一個分配的效果 因為都是一種分配樣化 首先71每個人收到的信上面都寫著他家的柱子 也就是甲收到一封信上面寫著甲家的柱子 乙收到一封信上面寫著誰 乙的柱子 然後丙會收到這個叫分配distributive 73呢 每個人都收到的信 這唯一的解讀這個主語唯一的解讀 就是所有人只收到同樣的一封信 有沒有甲的信、乙的信、丙的信 沒有都是同樣的信 每個人都收到的信上面寫著他家的柱子 那這個他會不會是甲、乙、丙、丁每個人 不會了 所以73句是不好的 71句是好的 以前有的同學看了這兩句說 老師兩句都好啊 要不然就兩句都不好 這意思不是一樣嗎 應該很明顯不一樣吧 你要共值喔 就是每個人剛好就是他家的柱子 每個人一定是全稱嘛 表示甲的 x加y加z加 那這裡的這個區分在哪裡 就在都的位置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這兩句唯一的不一樣 就是都放不一樣了呀 其他通通一樣 都是什麼 都是一個副詞對不對 它是全句副詞 也就是說 他都的那個範語是整句 可是你發現他都放前面的時候 他的範圍 他影響了他所擴及語意的範語 他一直在信那邊 每個人都收到的信 他對全句是沒有影響的 只有71那一句的都 是一個全句副詞 73的那個 雖然他也是句的副詞 可是問題就是 名詞組裡面就有一個小句子啊 每個人收信啊 對不對 所以都只影響主語的部分 可以嗎 這個都全句副詞 他是以範語一次整句 那這個都只有在這裡 每個人都收到的信 他範語小了很多 那因為這裡的那個主語 這裡的主詞 主語每個人都收到的信 已經有一個密題了 就是每個人收信 有動詞 有主語 有並語 收信 每個人對吧 所以都不影響 都的語法 都的語法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只有73 73他這個每個人 scope internal to the radical 他在關係直句裡面 他只影響關係直句 這就是我們說的 示意俠譽 那示意俠譽的71 他是擴起全句 所以每個人有沒有 在這個示意俠譽裡面 有 他有沒有在這個俠譽裡面 也有 可是73的他沒有了 對吧 73沒有被這個俠譽說 包含到了 所以表示73不行 那這兩個的對比告訴我們 QMP的示意俠譽要比代名詞還寬 也就是每個人 他的俠譽要擴及那個他 OK 有沒有問題 又成這兩句可以嗎 OK 示意俠譽的大小會 對 那我們看到都的示意俠譽的區分 第一句是主 就是全句 第二句是只有 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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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很棒 這樣很重要 對 為什麼突然講太重要 對 對 所以這兩句 這個 這個 最小對比句 通常都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那那個地方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製造自行語料 你說老師 像剛剛他們那個學者在辯論 不是在講說這個語料我從來都不會講 所以有些人就去弄語料庫 語料庫裡面就收入你會講的話 問題就是你沒有收入你不講的話 但重點是你會講這個不會講 母語講 母語者會說這句話不會說那句話吧 這個才是重點 你要告訴二語學習者說 這個是不能講這個是可以講 那怎麼會你要告訴二語學習者說 這個也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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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講到什麼時候 因為是無限生成語句的啊 對不對 所以這是最小對比句的這個功用 不過那個語料庫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那個數據百分比可以 百分之六十的人怎麼講 百分之二十的人怎麼講 這是它的優點 好那在這個規則裡面就是說 QMP呢 它在前面有Abar的代名詞 因為它有seqman後面的它 然後它是Abar的位置 那70d就不合法了 剛剛70d是什麼 70d是這個 我看到每個人的時候 他正在吃飯 請問這個每個人他的俠域 與義俠域在哪裡 前居那個的時候 他就沒有擴及它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排除d了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cd不行 現在知道d了 好那現在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要講 對代名詞來說 是否可及 可及這件事情關係到 這個名詞組所處的位置 它是不是可以成為 影響後面的成分的地點 那漢語的關心子句是一個孤島 這孤島我們之前解釋過嘛對不對 特別是條件句 所以就算QMP在足語 可是它如果是一個條件句的話 它就會違反俠域原則 這個在講 他好像沒有把句子列出來 他的句子是 如果每個人經過這裡 我都會跟他打招呼 這個還是在講第一個 羽翼寬 那這就不用再重複講 那代詞誰也是一樣 你看到誰的時候 他正在吃飯呢 如果是誰經過這裡 你就會跟他打招呼 因為誰的那個範域是全句 就是WH Phrase 它是在英文裡面 它是一道句送 表示它的範域是全句 要得到語意解讀的話 是全句範語 好那現在來講第二個好了 可及性這件事情 那重複一下剛剛第二個 71 剛剛70D我們講完了 71 71的句子 我看到它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吃飯 這句子什麼不好 這個跟俠域有沒有關係 好像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每個人 現在是在主句 他在主要句子 那這句話 七十一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每個人在主要句子 但是句子還是不合法 對不對 他把那個他跟每個人的位置對調了 有沒有看到嗎 七十一跟七十D的差異就是在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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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跟E有什麼差別 一把那個他放前面 每個人放後面 在主句 對不對 然後剛剛D是每個人在前面 那D可以解釋是用俠域來解釋 那第二個他現在要用那個可及性來解釋 一就是我看到他的時候每個人都在吃飯 句子是不合法的 然後Chunsky有講過一個對於QMP跟代名詞來說 他需要有一個可及的要求 然後他那個弱是寫成左項條件 就是一個變相不能跟他左側的代名詞先行 不能是其左側的代名詞先行 也就是說 通常那個每個人是一個QMP 然後這是一個代子 對不對 那代子在這裡沒有問題 因為他沒有違反 他出手沒有違反就算了 現在就是這個東西的問題 這個東西它是量化質素 你有沒有看到它量化質素在前面 然後後面都有一個X X是變相 這個是變相 然後前面要有一個量化 那你如果把量化的東西放到後面 然後你要跟它共集 就是等於往前來做一個量化的結構 是不行的 這個叫不可及 所以他說左項條件 一個變相不能跟左側代名詞當先行語 那個變相一定要在右邊 你要先把量化的範圍講清楚了 有量化然後你那個變相在後面 然後你那個變相在後面 這個X在後面 所以你把方向弄倒反是不行 那以前Tronsky就說這個叫做左項條件 也就是說變相不能放在 變相不能跟左側的代理詞先行語去共直 所以71是不好的 因為違反了左項條件 但是黃正德好像覺得這個左項條件 講得不清楚需要改良對不對 以中文的例子來說 他認為應該要叫做可及性原則會更好 但他的規則是這麼寫的 QMP對代名詞來說可及 If and only of 若且為弱或當且緊當 第一個 QMP必須吸統治代名詞 他要吸統治他就一定是在前面 對不對 而且第二個是什麼 位於一個該名詞可及的名詞組中 什麼叫可及 什麼叫不可及 他舉了下面的例子 81跟85 81、85在講第一個C統治 你看到誰的時候他正在吃飯 你看到他的時候誰 他這裡用誰 我們先不管他 81、85我們先不管他 但是這個基本上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誰在他的可及的皮面 可及跟不可及好像有另外一個寫法 這裡70C跟70 70C跟他用一個前套的那個在哪裡 71A對不對 71A 先看70C 每個人的母親都很擔心他 這句有一點點怪怪 但是也就只有一點點怪怪 要怎麼樣讓他更好 要怎麼樣讓這個70C更好 你要說每個人的母親 你們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每個人的母親都關心他的功課 這樣就好了 每個人的母親都關心他 很怪 可是每個人的母親都關心他的功課 為什麼 沒有比較好 有沒有就比較好 他說這樣就比較好了 他把那個 關心他 有沒有 把他埋進去 變成他的功課 每個人的母親都擔心他的功課 這時候啊 每個人跟他一樣共職 要共職 現在就是在測這個 這個約束變相的關係 其實是在什麼條件成立 所以假定他一定都供誌 每個人的母親都擔心他 還有每個人的母親都擔心他的功課 所以假的母親關心假的功課 乙的母親關心乙的功課 還是你們覺得沒辦法供誌喔? 都沒辦法? 我好像不小心夾到那個A3的問題 可及性回到可及性 71 71被我講完了 我剛剛講完了71耶 我已經跳到下一個你們有發現嗎? 我看到他的時候每個人都正要吃飯 這個問題的不好就是因為他不可及嘛 因為每個人在後面 所以這個用左項條件就可以把他弱奧掉 然後他就寫了這個 我們用這個來取代左項條件 那你就可以解釋他用誰 我覺得用這個例子不好 因為他改變了用誰 你看到誰的時候他正在吃飯 你看到他的時候誰正在吃飯 這個一樣誰是一個量化詞組在前面 這個一樣的道理 就是要可及啦 再來這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小玉內他要有A3 你們有沒有覺得埋進去會好一點喔? 因為他認為70C這個很怪齁 原因是因為 那個代名詞 他必須A3或A8 free 也就是說 那個母親不要在那裡擋住 每個人的母親都很擔心他 就是 這個他跟母親 你如果把他包運在更底部的地方 他就不會有一個非論言的約束者 當作他的Potential Binder 他的可能的紫色的對象 那如果沒有那些 中間可能的紫色對象的話 他就會變好 所以他把那個擔心他變成擔心他的功課以後 這個句子 70C是不是被包運下去 然後被包運下去之後 他的那個 Local Domain就沒有一個 母親在那裡 就沒有另外一個論言或非論言的 Potential Binder 所以他在他的局部域裡面就是自由的 但是你們好像不同意語感 每個人的母親都關心他的功課 還有 誰的母親說過他得了獎 有沒有好一點 有嗎 那你為什麼剛剛那個沒有 誰的母親最擔心他 誰的母親說他得了獎 誰的母親最關心他 他不大好 然後我改成誰的母親說過他得了獎 就好了 這個是第9091 再講的9091 好啦回去慢慢想好了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 這個就是 在他的 可能域裡面 沒有 A成分或A8成分 因為他可能會變小 他被埋進去了 OK 那如果 你沒有這個差異 他就不要管他 這整個C都不要管他了 但是你知道那個意思吧 就是 要Local Li A8 Free的意思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乳子券囉 他目前有沒有什麼問題 鋁子 要進鋁子劇囉 這個例外我就不講了 鋁子 鋁子劇 鋁子劇 我確認他有一個 鋁子劇 因為有一個鋁子啊 不會有看錯 我們要來看鋁子劇囉 鋁子劇 我這邊加了幾張同一片是 稍微先講語料好了 因為 作者的寫法是他先把 鋁子劇的解法 提出來 對不對 他先說有兩種 鋁子劇的 解法 9.3.3是從無定成分到鋁子劇的過度時期 他就是在說我看到一個人他在吃飯 然後有時候可以那是因為 鋁子劇的關係 那不是一種 不是一種無定成分 而是他是鋁子劇 OK 那鋁子劇是什麼 鋁子劇就是他的語意是類似 前面的前句他的語意已經限制了那個it可以指誰了 我們剛剛都在講那個後面有一個代詞他或者是it 可是他前面有一個量化詞組對不對 那這樣子這個供值就情況他叫做是無定成分的一種 跟量化詞組的一種約束關係 可是他現在要講的是如果我的前句就已經告訴你後句的代詞 一定要指誰 怎麼辦 比如說if a farmer owns a donkey, he beats it 這裡的it可不可以像一般的代詞一樣 只設一個第三人稱單數的東西 當然不行啊 為什麼因為你前句也是講那個 Owns a donkey 所以那個it只能是Donkey 不可以是別的東西 這就叫鋁子劇 可以嗎 所以他叫做鋁子劇照應語 他就不是不能遵守原來我們對無定成分的規範啊 因為你的前句就已經規定說 條件句 假如 假如一個情況喔 那個情況是一個farmor擁有一個鋁子 有一個農夫擁有一個鋁子 他就打他 那這裡的it還要不要遵守無定約束的 語法規則 不用 因為你的條件句的條件指句 已經規定了他代詞只能在哪個範圍裡面 這種叫做鋁子劇 一樣我們可以做量化詞組 Every farmer owns the donkey B字 什麼意思 竹語 竹語是 所有 農夫有一隻鋁子 然後他打他 那個it也是一樣啊 只能是所有農夫的那一隻鋁子 A農夫的A鋁子 B農夫的B鋁子 C農夫的C鋁子 OK 這就叫鋁子劇 那鋁子劇怎麼辦 他說有兩種 解法 為什麼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一開始為什麼他講說 鋁子劇有兩種解法 一種是 一胎 Strategy 一種是 Evonne 一種是 Cam and Ham 有沒有 記得嗎 那課本是一下就把他講出答案 那我先讓你們看 為什麼要有兩個解答 因為鋁子劇就有兩種 有三種 句式都是跟鋁子劇相關的 一種叫光感 條件句 Bear Conditional 一種叫 Dole Conditional Dole的條件句 一種是如果條件句 漢語的如果怎樣怎樣也是條件句 所以這三種條件句 他有兩個類別 光感的跟下面那個 都和如果的不一樣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不一樣有兩類 因為他恰恰好曾互與分佈 怎麼分佈 光感條件句長得像12 誰先來誰先吃 誰先來誰就先吃 這裡有沒有條件 有啊 你看前面先來就是規定先來的那個人 那個這個後面的誰他就跟 什麼約束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 這叫光感條件句 那因為光感是因為他前面不用如果 沒有if 英文的if 我們叫如果 都 對不對 他是光感的 那你能不能做 很複雜的光感條件句 可以啊 像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像13 主語跟主語做一個連結 誰先來他先吃 記得嗎我們剛剛都是把量化子組在前面 然後那個袋子放後面 誰先來他先吃 很奇怪 誰先來誰先吃可以 誰先來他先吃 就很奇怪 誰先來 然後空竹魚先吃 也不行 誰先來 那個人先吃 有人說這個好一點 但我也覺得怪怪 誰先來我不高興 這個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 對吧 然後我做在冰雨 你喜歡誰我就批評誰 然後這兩個光感 誰誰是可以的 這個那個誰先來誰先吃一樣 誰先來誰是兩個誰都是竹魚 那現在做兩個冰雨 14a 你喜歡誰我就批評誰 這個好任性喔 為什麼喜歡誰又批評誰 BCDE 你喜歡誰我就批評他 你喜歡誰我就批評 你喜歡誰我就批評那個人 你喜歡誰我不高興 喔不行 啊你通通可以 啊我知道做對比做對比 做對比就不行了 你看 如果條件句 如果你看到誰 請叫誰進來見我 如果你看到誰請叫他來見我 怎麼明顯很好 這差異在哪裡 你們看到23a 23a是誰誰 前面有誰 後面有誰 這是跟剛剛光感 誰先來誰先吃 你喜歡誰我就討厭誰 那個誰誰是一樣的 可是這裡的誰誰法很奇怪 如果你見到誰請叫誰來見我 你要說請叫他來見我 對不對 有沒有對比 他的相反回來看 光感的 光感的 你喜歡誰誰倒楣可以 兩個都是誰誰 你喜歡誰他倒楣 後面放他不行 欸 後面他 不行 我沒有打到那個 行不行 知道在講什麼 居然漏打了 為什麼這裡有 誰先來壓一下 對 這個沒打到 是這個 這樣 好那看這個 看14b 你喜歡誰我就批評他 現在有沒有覺得壞一點 這個你可以 不行嗎 你喜歡誰我就批評他 我喜歡 不行嗎 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喜歡誰 我就批評他 也是好的 如果你喜歡誰 我就批評他 那你就沒有互補分佈了 對沒關係 沒有互補分佈也沒關係 那假設有互補分佈的情況是最好 為什麼 因為他就可以分兩類 沒有互補分佈 我們就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 好我們先照那個課本的邏輯來講 然後等一下再來講說 那個陳千的語感要怎麼辦 來 誰先來誰先吃 就是前面是誰後面也是誰 前面是誰後面也是誰 這個對光感條件句來說是好句子 而且你不管是做兵語兵語還是族語族語還是什麼 都是前面是誰後面是誰 那你如果把後面變成他 或空族語或是那個人 或是根本沒有東西 這個就是根本沒有東西 誰先來我不高興這個根本沒有一個對應的東西 他都是不好的 OK 你做族語兵語的是誰先進來我先打誰 你喜歡誰誰倒楣 你喜歡誰他倒楣 這個陳千應該也可以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以光感條件句來說 就是後面如果是他 或是空族語或是什麼都沒有 好像不大型 也就是說在光感條件句裡面 前射句的WH詞後面也是一個WH詞 但是不能不同一問詞 比如說你喜歡誰我就批批什麼人 前面是誰後面是什麼人 這個也不成立 觀感條件句 你喜歡誰我就批評什麼人 你要說你喜歡誰我就批評誰 這樣就好了 OK嗎 這代表什麼 WH詞要同樣的 誰就跟誰 那個人就跟那個人 就是who就是who which就是which OK 這個是一個廣告詞啦 如果說你的WH疑問詞數字 多於一個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前句跟後句的數字要一樣多 比如說誰演誰誰就像誰 這裡有兩個兩個 前句有兩個誰 後句有兩個誰 你們應該 你們這個年代應該沒看過這個廣告 以前還有那個膠卷相機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底片工叫柯達 你們聽過嗎 他就是專門在做那個 那個膠卷的公司 然後他就派了一個廣告 裡面就是有一個很有名的演員 然後就在演戲 然後一個人在拍照 誰演誰誰就像誰 這是他的廣告台詞 然後就那個年代風行這句話 然後他是一個好句子 誰演誰誰就像誰 所以這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要演神雕俠侶 對不對 然後 對 比如說陳千是楊過 然後 我不認識誰 辛曼是小樓木 對不對 那誰演誰誰就像你誰 辛曼演小樓木 辛曼就像小樓木 陳千演楊過 陳千就像楊過 前面的誰跟前面的主語的誰是互相成立依存關係 後 賓語的誰也互相依存關係 但這句你們是好的吧 陳千 誰演誰誰就像誰 OK 誰打破了什麼什麼 對不起 那個錯字了 誰打破什麼 誰就得去買什麼 什麼 這句也是一樣 就是 WH詞 就是一問詞有兩個 一個是誰一個是什麼 但是後句也會有兩個 你如果 沒有兩個會怎麼樣 誰打破了什麼 我就去買什麼 好像也不行 沒有什麼不行 誰打破了什麼 我就去買一個杯子 誰就去買一個杯子 誰打破了什麼 誰就去買一個杯子 可以嗎 後面只有一個 好像不太好 然後如果是誰呢 前句變成一個 譬如說 陳千打破了什麼 誰就去買什麼 也不行 因才打破了杯子 誰就去買什麼 就是0跟2 也不行 所以結論就是 前後句都有一問詞 可是可以大於1 可是前句有幾個 後句就要有幾個 數目要一樣多 然後還有第三個 就是有時候 疑問詞會被代詞替代 那這時候要加入就 什麼意思 誰要這破場 我就讓給誰 誰要這破場 我讓給誰 誰要這破場 我讓給他 誰要這破場 我就讓給他 就是必要的 誰要這破場 我讓給他 這本來不行 因為 你們剛剛自己講 前面兩個後面要兩個 你們18、19不是自己講 前面一個後面又一個 前面兩個後面又兩個嗎 現在這個 誰要破場 我就讓給他 這顯然就是 誰在前面有一個 後面沒有 你們又可以了 決定一下 誰要這破場 我讓給他 理論上是不行 可是有救就可以了 誰要這破場 我就讓給他 非常好 Why 誰不對 誰不對 我說誰不對 就可以 誰不對 我說他不對 不行 誰不對 我就說他不對 可以 可以啦 你這可以還可惜 可以 好 22 誰要這破場 我讓給 誰 可以 誰要這破場 我讓給他 不行 好啦 反正疑問詞 前面有幾個 後面就有幾個 好不好 這是原則 這至少是大家的共識吧 這是觀感條件句的狀況下 OK 然後 記得後面如果是他 或者是空 或者是沒有 都不行 那如果條件句或都條件句呢 你叫誰進來 我都見誰 這個是蠻怪的啦 要救了 我就見誰 這樣好一點 你叫誰進來 我就見 這個是22A 你叫誰進來 我都見誰 前面也是誰 後面也是誰 有沒有 可是句子不好 可是你後面用他 你叫誰進來 我都見他 你叫誰進來 我都見 你叫誰進來 我都見那個人 你叫誰進來 我都不開心 有啦 還是有互補吧 陳倩你有沒有被我說服 對啦 就是這個對比是 A句不行 下面都可以 跟剛剛的光感是不是完全相反 光感是A句可以 下面全部不行 如果也是 如果你看到誰 請叫誰來見我 會有點怪 如果你看到誰 請叫他來見我 就可以了 這種誰跟他的蠻子 對啊 就是我們剛剛講前面有一個 量化詞組合 後面有一個代詞 好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蠻子具有兩種 對不對 至少光感的那一種 跟 都判如果的 他們呈現了某種的互補分布 陳倩你還要處理你的語感嗎 不用了 哈哈哈哈 我說是誰要吃我買給他 蛤 這蛋糕誰要吃我買給他 誰要吃 我買給他 我買 這是條件句吧 喔 喔 喔 誰要吃 我買給他 我買給他 這是主語兵語 你是要做誰跟他的共識 對 誰要吃 我買給他 你們覺得咧 誰要吃我買給他 這個 但這個語意是 如果誰要吃 我買給他的意思 喔 因為這次的聲音現在在講條件句啦 誰要吃我買給他 其實沒有不好 但我有點懷疑他 是不是我們要講的觀感 你要講的是觀感 觀感的 條件句嗎對不對 那剛剛那個破產的那一句就想到 想到這裡 破產 誰要在破產我買給他 可是他這裡是說if 如果誰要破產 我給他的意思 他要是那個 條件句喔 他要 就是誰先來先進吃也是一樣啊 就是如果有誰先來 如果沒有人來呢 那就沒有人吃啊 但是你那個句子好像是 誰要吃的話 就是每一個誰要吃 我買給他 我買給他 這就變成原來的 約束的 原來這一種 噪音不定成分 就是這一種 要守這個規定 8185 誰前面誰後面他 好那回去驢子劇囉 還沒有什麼問題啊 但至少驢子劇要分兩類沒問題吧 一類是有多和如果 也就是英文裡面有if的 然後這個是觀感的 是另外一類 我是不是剛開選的時候就有講誰來誰先吃這個句子 然後我就跟你們說那個誰是個變相 就是數學的變相 有錄影為證 我有講錯 這個燈亮亮都有錄影 呵呵呵 那 關於鋁子劇 就是所有條件劇裡面的鋁子劇的規則 就是 這兩類 然後他的規則就是 剛剛講的那些 目前有沒有問題 Generation的部分 沒有問題吧 那為什麼他要成對成對 你們現在應該有解答了吧 因為他都是前面有一個量化詞 後面有一個被約束的 算 一個X 一個變相 所以他一定是一對一對的 前面有量化詞 後面有一個X 如果有一個X前面沒量化詞 句子就不好了 那來講一下 這兩種鋁子句子有沒有分析 他說有兩個理論可以來說 一個是這個 Ivan 1980年提出一種 E-type strategy 事件類的策略 E-就是event的意思 什麼叫事件的策略 他是一種 假定有一種代名詞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講那個 Donkey那個弟子嗎 那個Donkey那個eater他就不遵守 我們原來講的所有規則 所以他就說 有一種代名詞 是一種特別代名詞 叫事件代名詞 E-type pronoun E- 因為前面已經有事件 什麼事件 就是農夫擁有 鋁子這個事件 所以他就說我們現在假定那種 鋁子句裡面的It 他之所以不受規定 是因為有一種特別的 有一種特別的 代名詞叫做 E-type代名詞 所以他就用E-type策略來處理 新一類的代名詞 他所指稱的克體目標 用來確認包含量化語的 鮮型詞句 所以就是這一類的 代詞是特別的 他不遵守principal B 然後他也不遵守原來的約束原則 量化約束原則 因為他是E-type的代名詞 那這種代名詞可能在世界上的語言都要有 那也就是說 It 的先行語並沒有特定的 而是忽厭前去整個世界 Donkey Tears 就是農夫有的那隻鋁子 要把他掛到這個世界裡面 農夫有鋁子這件事 你才能夠解釋It 所以這一類就不受約束變相的規範 所以他可以出現在域外 這是第一種解法 這一種解法就剛好適用於 漢語的哪一種 都條件句 你們有沒有唸課本 都條件句跟我條件句 對不對 等一下會講 那第二種就是 第二個理論是 Camp 跟ham 這個ham很有名 他是語意學很有名的 他有一個話語表徵理論 This is a 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D.R.T 他說什麼呢 前書的無定名詞組 他不是一種量化詞 不是量詞 是量化詞 他是一種變相 也就是說 他沒有固定量化能力 但是他有一些什麼全部啊大多啊 一些這種範圍 這種無定名詞組 他被當作是 副詞 約束的變相 這是第二個解法 他是類似有點像語用的解法 那為什麼那個副詞會有約束變相的能力 你們知道嗎 比如說這些句子 副詞的句子 always 因為if a farmer owns a donkey he beats it 他應該是說 農夫擁有鋁子 他如果是一個經常事件 那他打他這句事情就是一個經常事件 所以他有一個 operator always 負詞性的成分 可以當作 向量化 的operator 放在前面 像蒜子一樣 所以這個蒜子就會約束farmor那個子句 也約束bj的那個子句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要說負詞 OK 那這是話語表征的理論 但是話語表征的理論 為什麼 如果我有解答2 為什麼我還要另外一個解答 難道這兩個沒有辦法 哪一個是可以 把這兩個 類別的 廣感的跟 都條件句都解答的 有辦法嗎 B類一定是沒辦法 e type是沒有辦法 對不對 因為e type他說 我現在發明一種新的代詞 他就不遵守principal b 然後他也不遵守 因為他前面有個事件 這叫事件代詞 對不對 就是農夫有驢子的事件 他就會打他 這個他就一定是指世界裡面的那隻驢子 這個解釋力好像也很強啊 可是問題是我們剛那個 都的條件句跟如果條件句和光感的條件句 他的分布完全相反 那你到底哪一種是e type 對不對 e type解釋力很強可是他好像沒辦法 因為他都可以 或是都不可以 對啊 所以他就說那話語表征的理論呢 能不能全面試用 他也沒辦法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他沒有解決狹獄的問題 因為那個 副詞他通常是全去狹獄 然後第二個就是太少人很多學生沒有辦法 他的這些用法好像有時候是不受到副詞的影響 也就是你不能把他劃約成有一個副詞在前面當作 算子 對吧 所以我們還是兩種都需要 OK 所以他就用無責約束來處理 這樣子 他就用光感條件句跟一般條件句 他就用 欸光感條件句用什麼 無責約束 那 那 如果條件句跟 多條件句用 一類策略 那為什麼不能相反 為什麼不能相反 他這裡就要講這個 如果話語表征的分析 你能不能用在觀感條件句上 誰先來誰先吃 誰先進來我打誰 這有什麼問題 我剛講相反了嗎 我是講相反 所以你剛剛有說為什麼話語不能用在觀感條件 那我講相反 那話語 話語表征的分析為什麼不能用在 如果條件句 我有沒有講相反 天啊 對 剛剛的問題 問題相反 但是 頭影音也是對的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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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問我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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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那個觀感條件句 誰先來誰先吃我能不能加舊 誰先來誰就先吃 誰先進來我就先打誰 那個 我們觀察到 如果不是觀感的時候用舊可以來拯救他的合法度 剛我們語句裡頭去看到 可是觀感談進去他也可以用舊 所以誰先來誰先知他也必須要有條件的語意 也就是說誰先來那就誰先知 這個誰其中誰又是要同一個人 對不對 這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他必須先是條件句這件事情 所以他說他這個其實也是條件句一種 只是沒有用到如果和要是這個標記 但他也是條件句 好像繞口令 可是如果你是 那我問你們 如果他是條件句 為什麼就是用話語表徵分析 就是五折約束的分析 如果條件句後面有一個噪音 不用有相對於你的噪音的方式 相對於噪音你的成分是嗎 嗯 如果條件句要求一個 你那是說 比如說誰先來誰先知他 為什麼沒有一個他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你已經問到下一個問題了 就是他的那個三分結構 這個啦 誰先來誰先吃 誰先進來我先打誰 其實你說為什麼前面也是誰後面也是誰 這是我們剛剛的觀察 如果是後面是他就不行 後面沒有也不行 對不對 那這個跟那個剛剛冠婷問的 你說如果誰是一個量化詞 那為什麼沒有他對應的人 兩個都是誰 你是要說這個嗎 為什麼沒有一個他嗎 因為他的結構 整個結構是一個算子限定核心的結構 他這個結構就完滿了 所以他不需要他 而且你放他還不好 本來的約束 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在講那個 一般的約束狀況的時候 後面的是他 前面的是每個人 量化詞組的約束 後面是 一個 變相 就是一個他 不是一個變相 是一個代子 可是這個不是啊 所以他才 要講無子句 結構上就是不一樣的 那他的結構就是那裡有一個算子 就是 有一個這個NEC就是 Sense就是地藍的意思 他有一個operator 然後他會先有一個限定 誰先進來這個條件 所以是條件句 然後有一個結果 我就打誰 那這個誰是在 restriction裡面 就是在限定裡面 這個誰是在核心裡面 這三個成分就形成一種結構 然後 然後蒜子 可以約束前句跟後句 就好像 就好像這個 就好像這個 事件 前面有一個事件是 農夫有魚子 後面就是他打他 對不對 那這兩個事件也是受到同一個孕符 有一個孕符 有同一個算子 約束就是 always這個情況的時候 always那個 他打他 也就這樣就會造成那個 eat always 是那個farmory donkey 可以啦 所以我們沒有學邏輯 但是 全聚副詞的那個邏輯 其實是跟 蒜子 剛剛講的那個 三分結構的蒜子 就是bear conditional蒜子 長得一模一樣 都是一樣那個 operated在前面 然後後面有兩個 兩個部分 你少一個部分都不行 ok 那他就用這個來解釋那個 光感條件句 這個系統對我們已經講完了 eat 策略只適合100條件句 大家要注意的是他的前後面向 並沒有互相系統制 因為他就分屬於兩個句子 然後前面是一個條件句 但因為他沒有如果 沒有if 所以這兩個是 沒有誰高誰低的 這兩個句子是並行的 後方不能以定值或噪音代理詞來替換 是因為後面的位置 不是噪音關係 這就是剛剛冠平問的 後面為什麼問的是他 根本不是噪音關係 噪音關係就前面有一個 operator 後面有一個 變相X 對不對 可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一個三分結構 他結構就根本長不一樣 所以你後面加了他反而不好 因為那個噪音關係是沒有辦法成立 可以嗎 那現在反過來講另外一類的 E類的策略是用在一般的條件句 他把無定的疑問詞端以視為存在 或疑問的量化NP 那一樣他有一個峽宇 他的峽宇只在先行句 代名詞和定詞描述成分的分佈是不一樣的 可以出現在一般的條件句或不出現在觀感的條件句 所以這個就佐證 一類策略對於紙面代名詞和定詞的分類 一台Porno好像就只能看這個 一台Porno的塗在那 這個是 Selective Binding 沒有一台Porno的塗 課本好像 好像也沒有 他沒有塗 他只有Selective Binding 一台Porno的邏輯就是 後面的那個代詞 我們假定他是一種特殊代詞 就是這樣 然後前面一定要有一個世界句 在條件的子句裡面 那他就不可能在觀感體制原則 因為觀感體制句他的結構是三分的結構 結論是什麼呢 代名詞非同質證明原則 D需要存在 這是前面9.1 9.2有講到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自己需要區分噪音語跟語內傳遞語 就是兩種自己 Long Distance的那種 我們要用Lografer的語內傳遞語來解釋 可以解釋blocking effect 可以解釋遠距離 還有就是鋁子距的部分 鋁子距通常是條件 相關的語意的句子 那他有分 分佈上有分兩類 語料的分佈有分兩類 對不對 然後他剛好就對應到兩種分析 一個是依類策略 一個是無責約束 OK 好 剛剛的那個語料投影片 我還沒給你們更新 所以你們如果是看現在網頁上的 投影片是沒有那個語料 然後那個語料我是從 鄭里山和黃鄭 鄭里山的語文章 鄭里山是那個荷蘭 Lighton大學的 一個學姐 一個 學者 他寫了一個 文章叫做 Two types of Donkey Sentence 我有把那邊文章也上傳了 在那個 分析庫庫上面 那我的語料都是截取他那個 Paper裡面的語料 就是這個分佈 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個 文字是很簡單讀的 然後他講的基本上就是課本裡面 因為後來黃正德寫這本書的時候 他也引那個 鄭 鄭里山 鄭的話 他就是引那一篇 講完了 女子劇講完了 然後語法什麼問題 會有點抽象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語法規則要搞這麼抽象 在那邊的詞彙語意字典 字典解釋詞的語意是一樣的道理 你們聽過那個字典來解釋詞的語意有什麼問題 我們說一個語言的詞 會有一個語料 有一個語詞庫好了 叫Lexicon 華語有華語的語詞庫 所有的華語母語者都知道有哪些語詞 所有的語詞他都會 對不對 那這個詞庫表現在什麼 很多人就說字典啊 字典就告訴我每一個詞是什麼語意啊 但是字典的問題是什麼 對啊 他就是有一個循環解釋的問題 你用這個華語的語句來解釋華語的某一個語詞 比如說高興是什麼意思 高興就是很歡喜 啊歡喜是什麼意思 你去查觀想 很高興 那你有解釋嗎 不一定 對不對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一套抽象的語言 獨立於這個語言之外 你用這個抽象的東西來解釋 高興 也解釋 關係 這樣你就知道高興跟歡喜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 因為你有另外一個抽象的語言 對啊 那 像邏輯語力學他就是邏輯 用邏輯來寫 所以每個語句都有他的邏輯式 那一樣那個 語法也是一樣 語法如果我們只是用 語言的描述這個句子的話 他有他的局限性 我讓那個語法的言語的那個工具 很抽象的時候 當然有時候我們要先學那個工具 很抽象的時候 那個解釋性就會更強 語法越抽象解釋性就更強 Principal A是不是很抽象 非常抽象 什麼管轄域什麼什麼挖鍋的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足語子 冰語子足語 足語子 大句子足語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懂的詞語啊 足語 冰語我懂啊 冰語一定要取足語 冰語一定要取大句子 這樣不是很清楚嗎 他抽不抽象 抽象 還要一個什麼語 然後還要定義那個語 對不對 然後還一個 可及足語 還要受約束 受約束還要兩個條件 什麼事情 是不是很抽象 他都 抽離出來 可是 越抽象的東西 越不會有反例 就是他就是解釋性越強 所以你可以 以後你們也可以自己寫啊 寫預罰規律 好 到目前為止有什麼問題啊 好請說 冠題 9-3-2變相約束 下約可見與歷史性 不好意思 69A跟B 數狀只有沒有問題 等一下你再給他 我也可以理解 那個管轄 換位跟科技組 69A的C 上3的5 我沒有69 誰有課本 借我一下69 這個 我是可以講解一下 這個管轄 換位 9.3.2 是在投影片是不是 9.3.2 69A的6 這個嗎 對 C的話 我 還是想要 哪一個 69A C張3的5 我今天很擔心 喔喔喔 怎麼樣 我原本 昨天跟那個 叫什麼 我昨天跟同學討論 然後我們說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旭田 旭田 我昨天跟旭田討論 我說他 跟張三是 沒有管轄的 沒有 對啊 我跟張三有管轄他 對 可是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老師講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講到 他CDE 不是西考面 然後講到這個 科技突如 然後我就 混亂了 啊不是沒有西考面嗎 你自己說啦 張三的母親有西考面他 可是張三沒有西考面他 對不對 對 所以他是非西統治的先行語啊 那個張三是 這個是非論源 他是非論源 非論源自由 這個是非論源自由的意思 嗯 對他自由 因為他沒有跟張三的母親共治 這裡的論源是誰 是竹羽嗎 竹羽是誰 竹羽是張三的母親 他有沒有被張三的母親管轄 有西考面對不對 對 有沒有共治 沒有 他所以他沒有一個 可擊的 這是你要問的問題嗎 現在就很清楚 好 有時候就是 稍微 轉一下就很清楚 點一下 好 剛春 我想問一下 這個 這個詞語也叫 這個 因為這個動體 就是這個 鯉 你漢語裡邊說 鯉有 比如說還有一個詞語叫 鯉有 怎麼使用 你再說一次 我剛剛沒聽說什麼鯉有 這個 你再說一次 我剛剛沒聽說什麼鯉有 叫鯉子鯉 對 這個鯉啊 就是 日本我們叫 樓吧 就是漢字的那個鯉 就是那個動物的那個 嗯 就是這 馬鞭這個鯉子的架接的 不是生出來就是鯉了 不是 那邊是鯉了 鯉是鯉隊 這個漢語怎麼 很多詞都喜歡用這個 鯉啊 你也說 漢語裡邊要說一個 什麼鯉隊友啊 什麼都喜歡用鯉 哪有什麼鯉隊友 豬隊友 哈哈哈 是豬隊友嗎 豬隊友 喔鯉隊友 我不知道 可是這個命名喔 這個鯉子劇 他明明就叫條件劇 我剛好就叫他條件劇就好 因為條件劇裡面他又要有那個 約束的跟邊相 都在裡面 所以他 為什麼叫鯉子劇 是因為那個 Evonne那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文章 然後他那個 裡面最重要的例子劇就是95A 那你就說這根本都是以符條件劇嘛 你以為我沒讀過英文文法嗎 不是就叫以符條件劇嗎 但是他要指涉的是理論內部的 這個鯉子劇的這件事情 條件劇有這個約束有三分結構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把這個有名的劇就叫鯉子劇 所以就後來就代稱為鯉子 照應 是不是給他作者一個成就 對 就是取名字 對給他一個 就像那個颱風 以前是那個 發現颱風的那個人 就叫那個颱風的名字 對 對 你劇乏學越多 你會讀越多文章 他那個文章的名字就是 比如說我上次不是給你們介紹一個 我跑 我跑得快 還是我跑得快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句 他的老師當得好 也是一個文章 他的標題就叫他的老師當得好 他的老師當得好懂意思嗎 什麼意思 是他當老師當得很好的意思 是說他的老師怎樣嗎 不是 那為什麼用的 修世語 因為很多屬格 他的 為什麼用所有格 對 然後鎮里山這個 鎮里山那個文章 我給你們上傳了 他就是在討論 漢語的鋁子句 所以他英文名稱叫 two title of donkey sentence 翻成中文就是兩類鋁子句 所以後來大家講這個現象 講這種例子的時候 就說這他是鋁子句 九二九十就叫他鋁子句了 他的老師當得好是這樣 他就這樣 是這樣 他不以為還不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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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嗎? 不是吧? 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的老師,然後魏瑜是當很好 當很好,對不對? 應該這裡應該是 這裡應該是 現在要畫了 應該是這樣 魏瑜會把他畫成 也是一個 symmetrical 這樣 比較高 這樣比較高 他當老師當得好 老師為什麼有兩個當? 他不是就是兵補真豆嗎? 不是這個結構 是這個結構 他只是他用這個策略 就是屬格 所有格 好,我們今天到這邊囉 好,我們今天到這邊囉